所以一个距离计算 咱们在这里给它延伸一下 就是现在好比说我决策边界是这样一个面 那我有这样一个雷 是这样一个点 那我要算的不就是一个点到直线的一个距离吗 咱们来看 这是我的一个点 下面这是我的一个平面 或者说我的一个边界 那在这个平面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式子 我说它的一个平面 它是这样定义的 w乘上一个x再加上一个偏致b等于0 咱们不管这个w和x是几维的 反正我就写出来这样一个表达式 有这样一个平面的表达式吧 然后在平面当中 我的这个w是什么 这个w咱们是不是管它叫做一个法向量 法向量是什么东西 法向量就是垂直于我平面的这个向量 那接下来我要算的一件事 就是我点到直线的一个点 到这个平面的一个距离了 我们来看 这是我当前的这个点 怎么样算它到平面的一个距离呢 其实很简单啊 你就做个垂线引过来 不就完事了吗 你看在这里啊 我做了一个虚线 那这不就是我的垂线吗 这是垂直的 然后算这样一个距离不就得了吗 但是这个距离该咋算呢 直接算一个垂线距离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怎么算 通常情况下咱们这样是的 我们来看这是我的平面吧 我说平面当中啊 有两个点 现在假设啊 咱们随便有两个点 一个是x1撇 一个是x2撇 我有这样两个点 那这两个点都是干什么 都是在我平面上的吧 所以说呢 我可以把这两个点带进去啊 你看x1撇带进去 x2撇带进去 分别是x1撇乘上w 等于一个复辟吧 把b移过去 w2撇乘上w等于一个复辟吧 我再把b移过去啊 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式子 这个意识啊 就表示着啊 咱们现在有两个点 这两个点呢 都是在我这个平面上的 那现在咱们再来看 两个点组成了什么 两个点组成了一条线吧 或者说你可以说 它是组成了一个向量 那对于这两个点啊 假设说 它组成了这样一个向量 那我现在说x我到平面的这个垂线 它是垂直于这个平面的 那既然它垂直于这个平面 那它显然就垂直于这个平面当中的任意一条线吧 或者说啊 咱们这两个向量 假设说 这是一个向量 这又是一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肯定是一个垂直的关系吧 所以说 既然说啊 有了这样一个垂直 那就好变了 我把这个向量给它指定出来 这不就是我的一个向量吗 然后呢 这也是我的一个反向量 你看我的反向量 必然垂直于咱们这个平面上的任意条线组成向量吧 所以说啊 我这个w转质乘上这个x1'-x2'-x1' 或者啊 x1'-x2'是都可以的 它必然的结果值是等于0的吧 等于0啊 意味着啊 它们之间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咱们来看吧 我要回归到啊 我现在要想求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求的是什么啊 我想求的是这个垂线的距离啊 但是垂线的距离我不太要算 那我能不能算点到点的一个距离呢 这个是好算的吧 咱们来看 这是我的x 当我不会求垂线的时候 我先求一个直线的距离 你看我这块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直线距离 在这个直线距离当中啊 一旦我把它拿过来了 我去做投影 做它水平方向的 不是水平 就是它竖直方向的一个垂直投影 这不就完事了吗 相当于这块 你看咱们来这里算出来了这条直线距离 然后呢 一旦我知道这个投影垂直的一个方向 把它投影过来 这不就是一个点到平面的一个距离了吗 所以说啊 咱们来看在这里怎么去算呢 首先啊 算了一下x到x1'它的一个距离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距离啊 这绝对值在这呢 然后算完之后要干什么 我要投影呗 投影怎么算啊 是不是得找一个垂直方向的投影啊 不光我们要找垂直方向的一个投影 还要找什么 还要找的是它投影的一个单位向量吧 因为你要算它的投影 投过来我要乘上它这个方向的一个单位方向向量 投影啊 这已经有了吧 咱们来看 这不就是我的W吗 我的W是什么 我的W是法向量啊 法向量必然是垂直的吧 所以说现在向量有了 那我怎么样把这个向量转换成一个单位向量呢 用这个向量自身 W比上它的一个膜 所谓它的一个膜啊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长度嘛 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单位向量 有了一个单位向量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 现在啊 这是我的一个直线啊 这种一个向量的距离 然后这种距离值嘛 所以说它是个距离 然后呢 再乘上它的一个投影 乘上完它的一个投影之后啊 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得到的就是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所以说啊 现在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推导 我们得出来什么啊 我们得出来了一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 再来看 再来看 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 哎 X1匹 看起来我是不知道的啊 那怎么样 这是随便说的一个点啊 那你说点到直线的一个距离 跟你平面上任意的一个点 有关系吗 显然是没关的吧 所以说我要尽可能的给它约掉 怎么约呢 咱们来看 这一块是有这样一个式子吧 我们给它展开啊 这一块是一个W 再乘上一个X 我们看把块里边展开啊 再减去一个W乘上X1匹 那W乘上X1匹等于什么啊 来看 我们是不是刚才说啊 X1匹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说 W转至乘上X1匹等于一个复弊啊 那我直接把这个复弊带过来 不就完事了吗 这不就是一个复弊吗 然后呢 这块是一个复 这块是一个复 复复得正 所以说啊 这就是一个正 这不就完事了吗 在这里咱们来看 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说 把这个式子展开了 展开完之后 就得到了一个W转至乘上X 再加上B 别忘了 还有这样一个绝对值 那为什么把W模分之一提出来了 其实W模啊 它是一个横正的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就给它求出来了 有这样一个W的一个模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WX 再加上一个B的绝对值 这个就是我点到直线的一个距离 一会儿啊 咱们还要用到这个公式啊 大家先一定要把它理解好 点到直线啊 咱们这个式子是怎么样给它推导出来的 然后呢 咱们要来看吧 接下来啊 咱们就要来把这个事啊 给它做的完整一些 咱们来先定义一些东西啊 就是 假设说啊 现在我有一个数据集 我的数据集啊 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有X1 Y1 X2 Y2 一直到XN YN X是什么 X是我的数据 Y呢 是我的一个标签 那咱们来看 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有N个数据 N个数据里边呢 就有N个样本 对于N个标签嘛 那咱们在推导的时候啊 先做这样一个假设 也就是 我的一个直线相机啊 咱们要做的是一个二分类的任务 所谓二分类的任务啊 就是咱们也这么理解啊 就是要么分成正例 要么分成负例啊 跟我们那个逻辑回归啊 是差不多的 那这里咱们又做了一个定义 哎 在逻辑回归的时候 咱们怎么定义的啊 是不是说 我说正例是一个正义 负例是一个零啊 就是咱们有一个一和一个零 为什么一和零啊 咱们大家没忘吧 我是要进行一个组合啊 所以说 我引住了一个一 还有一个零 但是呢 在这个直线相机当中啊 它就不一样了 在这里啊 我们定义稍微有一些区别 我们来看 我说啊 当一个样本的一个标签 它是一个正例的时候 注意点啊 这个非常重要 咱们来看 当它是正例的时候 我说它是一个正一 它的标签等于正一 当它是一个负例的时候 我说它的一个标签 是等于负一的 有这样一个式子 一会儿啊 咱们就看到了 为什么要用正一和负一 来进行一个代替 那现在啊 我们来说 我们的一个方程 假设说啊 我现在做了一个决策边界 你也不用管啊 当前你的数据 是一个多少维的 它任意为 咱们现在都不管 那我决策边界什么 Y等于Wi加B嘛 这就是我的决策边界嘛 然后咱们来看 这里啊 稍有些不同 正常啊 不是一个W乘上一个X吗 那这是什么个东西啊 咱们好像之前啊 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咱们先不管啊 一会儿咱们用到时候再说 暂且啊 你就把它当成 这就是我X数据本身就好了 先不管啊 咱们这块多了一个符号 它是什么意思 先把它假设成 就是我数据的一个本身 那这里我现在有了一个决策方程 决策方程啊 相当于就是我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函数了 那这个预测函数啊 我们先给它做这样一个定义 当我预测的一个结果 是大于零的时候 我说啊 它是属于正立 对应着一个正立 就是Y值 它是等于正一的 那当我的一个Y值 它是小于零 或者说YX 它的预测值是小于零的 这个时候啊 我说啊 咱们当前得到的结果 是一个负力 也就是Y啊 它是等于一个负一的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 做了这样两个假设啊 在我的这样两个假设当中啊 就是得到了啊 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值 有了这个结果之后啊 咱们来看 这个结果 你给它分开去写啊 看着是不是啰嗦一些啊 咱们给它合并一下 既然对应一个正立 它是大于零 对于一个负立 它是小于零的 那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果啊 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标签 Y啊 是我数据当中本身的标签 这个呢 是我的决策边界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预测函数 我说啊 它俩现在成绩 必然是大于零的 这个是横逞立的吧 你看就是在这里 它是这时是大于零的 然后它是对应正义 小于零的 对应负义 所以说啊 它俩无论是正立还是负立 Y啊 乘上一个YS 它的结果啊 都必然是大于零的 咱们现在啊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Y乘上一个YS 它永远啊 都是一个横大于零的一个值 对应正义的 对应正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